上集我们说到 周总理临终之前 想要见老警卫员乌吉成最后一面 然而 却在乌吉成赶到前婚礼 乌吉成到死都不知道 周总理那晚到底要说些什么 这件事也成为了未解之理 而就在总理即将被葬入八宝山之际 八宝山竟然也发生了一件离奇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1月9日早晨 因为周总理的去世 全国的国企都降了半起 哀悦响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很多人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总理已经去世的结果 还在四处和旁人打听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无不痛哭流涕 10号到11号 则是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时期 党中央的领导们全都来了 甚至就连当时已经病重的朱德也来了 整个北京市万人空想 大家都来参加告别仪式 可谓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当八宝山按照总理的遗愿被遗体进行火化的时候 群众们是群情激愤 说什么也不让火化 一度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僵持了数个小时 当总理的骨灰被放入到八宝山革命公务的时候 八宝山附近的一口百年骨井竟然突然干吼 而这口井数百年来从来没有干过 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爷在送走 把这井水和总理一起带走 这件事情直到今天依然无法用科学进行解释 不可谓是一起离奇事件 这件事情也给周总理的趣事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隐蔽历史故事尽在找到注意 点头像即可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